西方硬字数 西方硬字数是利用抗体与抗原之间的专一性结合 达到侦测特定蛋白质的目的 经电勇分离后的蛋白质 需先移转到转印膜上 以遮蔽蛋白质填补膜上空位 再以一级抗体 简称一抗 寻找目标蛋白质做专一性结合 最后 以带有酵素或荧光物质的二级抗体 简称二抗 便是一抗 侦测二抗的讯号 便可得知目标蛋白质的位置及含量 将蛋白质从胶片移到输水性PVDF膜上 可以提高和抗体作用的效果 蛋白质在电勇时与SDS分子结合 而带复电 将膜紧贴胶片并面向正极 通电后 蛋白质便会往转印膜移动 靠输水性交互作用 结合到膜上 完成转印 遮蔽蛋白质不可与目标蛋白质或抗体反应 常用的有脱脂奶粉 牛血清球蛋白 落蛋白或明胶等 可填补膜上空位 避免之后抗体结合到空位 产生杂讯 生物素 Biotin 与氢核素 Avidin 或裂酶氢核素 Straptavidin之间 具有很强的专一性结合力 经常应用在分子之间的专一性结合 使用皆有生物素的抗体时 遮蔽蛋白质就不可选用含有生物素的脱脂奶粉 或落蛋白 以免产生杂讯 遮蔽蛋白质常用的缓冲液是PBST或TBST 由PBS或TBST添加非离子性 非变性剂的界面活性剂TWIN-20或Triton X100组成 可干扰输水性作用 减少蛋白质间的非专一性结合 完成遮蔽之后 即可进行一抗的专一性结合反应 抗体反应容易 也使用与遮蔽蛋白质相同的缓冲液配置 减少非专一性结合 一抗选用多株抗体 Polyclonal Antibody 可辨识目标蛋白质多个部位 选用单株抗体 Monoclonal Antibody 则只辨识同一个部位 抗体的稀释倍数是抗体效价而定 抗体效价是以连续固定倍数稀释抗体容易 找出能结合一定量抗原的最大稀释倍数 浓度过高 亦与其他蛋白质非专一性结合 浓度太低 则无法有效与目标蛋白质结合 1抗浓度通常在1比1000至1比5000之间 1抗反应后以清洗容易PBST或TBST清洗转印膜数次 去除非专一性结合的1抗 接着加入可辨认1抗的2抗反应容易 稀释倍数通常约在1比2000与1比5000之间 2抗必须配合1抗的物种来源选择 而且产生1抗与2抗的物种需不同 以增加2抗的专一性 若1抗来自老鼠 则2抗需选来自兔子或是其他动物的抗老鼠抗体 由于多株2抗可结合1抗上多个部位 因此可放大讯号提高灵敏度 根据讯号的强弱还可定量目标蛋白质 抗体依照重链结构的差异可分成 IgG IgE IgD IgM 及IgA 五大型别 使用单株1抗时 必须依照型别选择2抗 多株1抗通常取用IgG同型抗体 因此2抗就选用抗IgG的多株抗体 2抗反应后 一样必须以清洗容易清洗数次 去除非专一性结合的2抗 2抗接上不同的酵素与不同受质反应 可产生荧光或是不同颜色的沉淀物 呈现目标蛋白质的位置 例如 三葵过氧化物酶 HRP 被过氧化氢转换成氧化态后 能将发光氨氧化 激发出波长428奈米的荧光 称为ECL侦测法 或者以DAB 及过氧化氢溶液与HRP反应 形成棕色沉淀 以BCIP 及NBT溶液与碱性磷酸酶 AP反应 形成蓝紫色沉淀 抗体也可接上荧光剂 放射性物质 胶体晶 生物素 氢核素 烈酶氢核素等等 种类繁多 试实验需要挑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